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给大家介绍引擎中的几个主要部件 在发动机缸体内有一个曲轴 它的作用就是连接曲柄和活塞 当活塞做上下运动时 通过曲柄驱动曲轴转动 在活塞的顶部有一个突人轴 通过正式链条连接到曲轴 曲轴在转动的时候 驱动正式链条带动突人轴转动 突人的侧面呈鸡蛋型 在转动的同时打开和关闭进气排气阀门 我们先来看看这几大部件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首先开始吸气冲成 活塞向下运动 这时候进气门打开 喷油嘴将汽油与空气的混合物 喷进燃烧室内 第二步压缩重沉 活塞向上运动 燃油和空气的混合气体被压缩 当活塞运动之最顶部时 压缩重沉结束 紧接着火化塞点燃混合气体 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 推动活塞下行 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这步称之为做工重沉 当活塞运行到最底部时 排气发门打开 活塞向上运动将燃烧后的废气排出 第四步排气重沉结束 在发动机运转中 将这四个冲程重复地进行循环工作 我们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而四缸发动机在工作时 在曲轴转动的每半圈里 都有一个气缸在工作 而其他的三个气缸 分别在做吸气 压缩和排气的工作 这样使得各气缸的做工重沉错开 大大的提高了发动机工作的平顺性 由于每个气缸一次连续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会听到那绵密的声浪了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要数国产的黄龙600了 其迷人的声浪和饱满的肌肉线条 受到了很多车友的喜爱 正在看视频的你喜欢四缸摩托车吗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吧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 给老王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